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谏谈加拿大的小城镇农民的生活 在中国一个村能够升格为镇 一个县能够升格为市 一个市是市管县 或者是一个市管市或者省管市 每一个级别好像是一升格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大家真的是叫万民欢腾啊 但是在加拿大是完全相反的 我在2013年当选为加拿大西瓜阿波特省小镇市议员以后 一个小镇的市议员 还是农村地区 亲身体验了他们这边的社会管理 体验他这边的政治生活 体验了这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是什么样子 在加拿大的情况正好与中国相反 居民点不愿意升格为村 村不愿意升格为镇 镇更不愿意升格为市 小镇更不愿意升格为大镇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个议员 我参加了当地很多管理委员会 地区性的一个合作性的管理委员会 所以我对很多的事情有些了解 这边加拿大这个政治分三级体制 中央就是联邦 然后到省 然后再到下边 省下边的所有的市、县、镇、村 都是同一个级别 大家没有一个哪个市来管这个镇 哪个镇来管这个村的这种概念 大家都是评级的自治单位 都是在省下面的一个市政单位 虽然大家都是平等的 但是在这个政府拨款方面 是以最小的单位为优先 是以最小的单位享受的这个拨款比例是最高 你比如我们这个村 大概500人 这500人的村 我们享受了体育文化娱乐的拨款 但是我们并不像一个其他的大一点的镇那样 居民需要按人头拿出一个百分点来 交给这个上级政府 然后再拨下来 像我们这个不到800人的小镇 这一项上交的款项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能够每年享受100多万人民币的这个 体育娱乐拨款 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 这个市政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 但是到了大的那个镇的话 这个市政要往上 往这个委员会来拨一个款 来按那个一定的百分比 越大的镇 它那个百分比越高 还有一个就是警务经费 这个警务经费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小镇享受的警务服务 跟这个大镇也是差不多的 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我们小镇这个警务服务 是不需要出经费的 虽然我们也有一个议员 要在地区的警务委员会里边做代表 也能够是跟别的大镇享受同样的一票 这个投票选 我就是在那个警务委员会里边 我不但是我们这个镇没有这个警务经费这个负担 他们还选举我做警务委员 这个地区警务委员会的一个副主席 所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在加拿大小的一个村或者镇 都不会受到启示的 反而受到更多的优待 那我们为什么要升格为大镇呢 还有这个警务委员会 我们这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镇 他去年人口增加到5000 他们现在就麻烦了 他们这个镇 要负担差不多80% 这个自己的警务经费 只有20%是省里面拨款了 所以这一点让他们一年也都多出个 四五十万到这样的一个 四五十万加币相当于这个 两三百万的人民币 这样一个5000人一个小镇 就必须拿出这么多的警务经费来 还有图书馆、学校等等 这些是负担问题 越是小镇 也负担越少 所以让享受同等的服务 还有一个上级往下拨款 这边的拨款都是制度性的 不是说哪个人跟上级有关系 哪个人影响大能够多拨一点 这边的拨款都是制度性的设置 你有资格 这个每一个有资格的市政单位 都可以去申请 而且申请的时候 他们批准与否 并不是根据 并不能根据个人的好物 并不能根据哪个人有权 哪个人有事 而是根据真正的需要 所以作为一个小村 这个拨款反而有时候更容易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小村的话 比大镇要困难一些 因为商业没有大镇那么繁荣 他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可以躺在国家的拨款制度上 就是不用怎么做 不用怎么挖上标前 就能够多享受到很多的福利 还有像地区的垃圾处理 像地区的老人院设备 像地区的学校图书馆 各种都是这样 所以这一方面 就保证了加拿大农村跟城市同样的繁荣 而且农村的居民 包括这些种地的农民 都能够同样的享受社会进一步所带来的利益 大家基本上都能够平等 而整个农村 他说农民的这些资产 其实相比起城市里边的人来说 大多数人农民的资产要比城市里边的 居民要高很多 所以农村是一片繁荣 跟城市是一样的 这一点也许在将来的中国 应该考虑不能再继续 在农村讲羊毛 全部然后都给城市 这是我在这边看到的 这个加拿大对农村的一个政策 希望对未来的中国能够有所启发 今天都找到这里 下次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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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